曾经我也是年轻人 所以我当时的那个年轻的用语 也有被媒体会报道 然后呢现在我已经四十多岁了 媒体持续在报道年轻人的用语 那已经不属于我了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因为一起读 今天看的就是Gen Z的一些年轻用语 我能不能懂呢 读完之后勉强 你说我生活中听不听得到 完全不要讲完全几乎啦 里面有几个我似乎听过 可是就是不熟 所以这里有15个Slang Terms Slang这个字其实就是那种 就是一些通俗话这样子 所以总共有15个 那这个Gen Z应该没问题 那加个ER变成就是人的概念 像play变成player 所以Gen Zer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 Gen Zer吗 是你很这样吗 还是念成Zer 不管了 所以他们在2023年在用 而且真正的意思解释一下给大家听 那我自己看完解释 勉强可以说得过 你要我会不会用 我可能还其实不是非常的熟 必须讲 来吧 那前面一些废话我们就不看 我们就直接跳进来看 这第一个 第一个就叫做 It's giving 什么意思 It's giving If something is giving 所以give这个词是给 所以如果那个东西 因为它这个代名词在前面 it 所以这个东西在给 所以先读一下给你听 It can be used as a way to compare someone or something to another person or thing or to positively describe the overall vibe of a person or thing 所以总共两个可能 第一个是 可可谈 第一个是 就是说一个东西可以拿来跟另外东西做相比 好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值得相比比得起来 那另外一个则是说这个东西还不错 所以是称赞词 那它有很不错的是它有例句 所以例句总共两个 例如说 Her outfit is giving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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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所以它的外它的这个衣着 是giving 2012 什么意思啊 我们刚刚说嘛 它可以做比较 对不对 所以它的outfit是可以做 拿来跟2012的一个流行做相比的 所以也就是说笑它这个脱流行 2012毕竟是11年前的事情 所以它下面有一个解释 So in this context 在这个脉络中 The subject's outfit is being compared to an outfit that might have been worn in 2012 所以这个subject就是这个人 her 它的outfit 被比作一个 可能有人在一二年穿的outfit 所以again就是说 它穿的好像有点点脱流行 So her outfit is giving 2012 这OK 所以做比较 这第一个 所以giving的用法 第二个 我们刚刚说可以拿来称赞人 所以它直接说 Her outfit is giving 后面就不接受词 所以它的outfit很giving 所以in this context giving is used on its own 所以giving被用在自己 on its own 单独使用 and carries a positive connotation 所以它有一个正面的 一个好的一个隐喻 the subject's outfit is being complemented 被称赞 所以这第一个 好不好懂呢 后面的可能好一点 第一个我觉得这还有点难 来我们看第二个 fit check fit就是和声或之类的 所以fit check是什么呢 describes the act of reviewing one's outfit 所以它描述 我来看一看我现在穿得怎么样 所以我来check一下我现在穿得如何 fit check 然后呢在tiktok influencer通常会post他们的fit check 所以在tiktok上面这些 所谓的这些有影响力的人 就会post他们的fit check in which they announce the brand of each article of clothing they're wearing 所以在他们的fit check里面 他们会宣布 去announce一下 我今天衬衫是什么牌子的 项链是什么牌子的 口红是什么牌子 口红可能不算 因为要outfit才算 好所以 这边说再强调一下 announce the brand 所以他宣布他的品牌 然后每一件衣物的品牌 所以一件衣物这里有一个用法 each article of clothing 所以article这个字 我们一般最理解的是文章 所以你写了一个article 对不对 但其实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像物件也可以叫做article 所以personal article就是个人的物品 这样子 所以一件衣服 你就可以用an item or an article of clothing item也可以 by the way 所以一件衣物 我们不会说a clothes 那是错的 OK 即便有加附属clothes 所以some clothes可以 因为他总之是不可数的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 如果我们这就讲衣服 c-l-o-t-h-e-s 这个字的话 他是不可数的 你不可以讲a clothes 你可以讲some clothes 穿上点衣服 不要裸体 put on some clothes 这样可以 但可是如果你一定要说 一件衣物的话 你就要 把它用一个这种量词 放在前面 所以不管是item也好 article也好 大概都可以 OK 好 那clothing的话 则是统称就是衣着 就不是一件一件的衣服的概念 这样 好anyway 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下 跳出一个很奇怪的 好anyway 下面就有一个例句 I need to do a feet check before I leave for the party 所以我在去party前 我要看一下 我的衣着有没有 很OK这样子 feet check 有没有和声 或许和声还是 可能没有用在这个context里面 不过不管了 下一个字 slay slay这个字 我们最原始的例 就是最原本的意思就是砍杀 像我们讲说 这个龙与地下城 或之类的那种故事里面 王子救公主的那种故事里 就把恶龙给杀掉了 所以杀了一头 杀了一头龙 杀了这个看守城堡的龙 那就是slay这个动词 slay the dragon 如果你还记得那一个 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这个剧的话 那里面那一个 Jaime Lannister Jaime Lannister 对这个角色 因为他有把前一任国王杀掉 所以他们就叫他 弑君者 弑王者 对不对 弑就是杀的那个死 所以英文的这个缘 就是剧里面就叫他 king slayer 所以slay这个字加er slayer就是杀人的人这样子 好所以anyway 所以slay是什么呢 在这里的用法 describes something impressive 所以这个跟中文还真有点 一曲同工之妙 像我们讲说 你的衣服很杀 对不对 那个妹子好很杀 那个妹子很漂亮很正 很杀这样子 嘿 好像跟这英文一样的 所以描述一个很棒的东西 describes something impressive or more generally something positive 或者就是说一个很正面的东西 那可以用成名词也可以用成 can be used as a noun or an expression of admiration 好像都是名词就是 来我们往下看一下理句 所以他这里说 这个谁谁谁在格莱美奖的表演 真是很棒 so her performance at the grammy's at the grammy's 对不起 was a slave 所以说一个女生 上面的照片是Beyonce so Beyonce's performance at the grammy's was a slave so something was a slave 就是很棒 然后另外一个例句 sleigh girl 超棒的就是 good job girl 这样子 好来下一个 下一个字叫 era era其实就 时代朝代 era 你大概知道 什么era 例如说 像电脑时代 internet era 网路时代 computer era 这个era在年轻人用法是什么呢 so the term era follows its typical meaning 所以的确还是用在时代这个部分 but it is accompanied by a word or phrase that describes an activity or event by which the period was defined 这个看这个definition 可能都有点还不太容易懂 但我们看一下 例句可能比较好懂 所以例句说的是 i'm in my fitness era i've been to the gym every day for the past month 所以你看这个era用在是 这个例句用的是个人上 所以我在过去这一个月中 每天都去健身房 所以我的人生正式进入了健身时代 好像中文还说的过去 对不对 蛮夸式的 个人式的健身时代 所以再回头看一下他刚刚的definition so the term era follows its typical meaning 没错 他的跟典型的 这种一般的意思还是一样的 但是but it is accompanied by a word or phrase 但他有被一个东西给 给陪伴者给搭配者 a company就是陪着这样子 一个字或者一个phrase 一个片语 这个字或片语就描述 你现在在把它说的是一个 什么活动或什么样的事件 so a word or phrase that describes an activity or event by which the period was defined 所以这个字这个phrase 他能够去定义一下你刚所说的era是什么 所以再回到刚刚的例句 我已经进入了我的健身时代 欸对不对 健身时代 这个健身就来修饰 这个时代到底在干什么这样子 好 会不会解释过头 希望没有了 下一个字 这个字其实就是守门员 gatekeeper 有时候就叫goalie so a gatekeeper tries to control who has access to knowledge and opportunities 所以gatekeeper能够控制 谁能够取得一些知识或者一些机会 用在什么地方呢 来个例句 so he wouldn't tell me where he got those sneakers he's such a gatekeeper 所以他不告诉我去哪里买那些很酷的鞋子 所以有人穿了一个很酷鞋子 不告诉你 所以他就是一个gatekeeper 他把这个资讯呢 挡在这个门 他在挡住当 让大家不能接触到 简单的说 好这个还蛮简单的 拿下一个 lit 这个算我比较常听到 so lit 其实就是light这个字 那这个light不是 灯 而是把东西点着 啊你把我的人生点亮了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light是个动词 ok 那既然是动词 就会有过去式跟过去分词嘛 所以light的过去分词就是lit ok lit so something is lit 就是什么东西被点亮了 这样子 ok被点亮了 但你知道被点亮应该不会是坏的事情吧 所以他的确就是一般来说是描述好的事情 so lit is an adjective 行中词被动的 either used to describe a fun high energy situation or someone who is intoxicated 很酷 所以他要不就是描述一个很好玩的 很高能量的一个处境一个状况 或者有就某个人喝醉掉了 可以说他lit 喝醉的部分我比较少见得到 so anyway 看两个例句 so that concert was so lit 那个演唱会 什么奶油甜还是之类的 最近好像有 so that concert was so lit 好棒 可以 那我昨晚喝醉了 i got lit last night 可以也没问题 来下一个 a situationship is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that isn't quite a full on relationship 所以这个是比较年轻世代的人可能 呃也不能这样说 我相信老一辈的人也有这种东西 只是大概不好常拿出来讲 那现在的人拿出来讲大概已经没差了 所以他不太是一个真正的relationship关系 所以我们简单说可能就是一种炮友关系之类的 或者还在暧昧关系中也不一定 所以你们是处于一个处境中 可是这个处境还不是一个romantic relationship ok 好所以看一下一个例句 so we haven't talked about our feelings or anything we're keeping it casual it's just a situation shape 所以蛮长的一个例句 所以他说的是他跟这一个人 好还没有我们还没有讨论到我们的感受啊 或什么这些的 没有没有一些这个heart to heart的一些conversation 我们现在就是维持着一个很单纯很casual的关系 很随性的关系 所以没有认真这样 所以这就是一个situationship而已 ok好酷 下一个应该很常见 就是你去ghost一个人 所以这个ghost当然名词是鬼 但是当成动词的时候就是 就是人间蒸发消失掉 你传讯息给我 我不读不回 我就是在ghost你 so to ghost someone is to stop replying to their texts or calls often without explanation 好讲的非常的精准 所以就你开始不去回他的简讯啊 或者甚至电话 通常是没有任何解释的 可以 所以 can you believe he ghosted me after our third date 所以你 所以 很夸张耶 他竟然在我们第三次约会 他就整个消失不见了 can you believe it 你能相信吗 这样子 so can you believe he ghosted me after our third date 第三次约会算蛮多次了吧 通常对一个人感觉没有好的互动 没有vibe的话 应该第一次约会完 就会ghost掉了才对吧 我也不知道 好 再来下一个字 这个我就比较不熟 but anyway看一下 a person with ri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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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来自charisma 就是中间的ris的部分 把它拿出来 so it's a term derived from charisma charisma是什么呢 魅力 所以a person with rizz is charming and puts themselves out there 所以他就是有魅力的人 然后会让人家很清楚的看到 嘿我很有魅力 so the term is often used when referring to someone who can confidently and successfully pursue a potential romantic romantic partner 所以在讲就是 描述一个人 这个人呢通常可以 谁都得得到 他可以很有自信的 并且成功的 去追到一个romantic partner 这样大概谁都可以这样子 so the guy has rizz ok that guy has rizz he can get any girl he wants 他什么女生都得得到 因为他有rizz 所以就是charisma 这个字其实很简单 下一个这个满搞笑的 所以下一个叫做touch grass 什么摸草地摸草 还真的是 所以再来表达什么东西呢 表达年轻人有时候上网 或手机看太久 都没有去接触大自然 所以要劝人家说 放下手机去接触大自然摸摸草地吧 so touch grass is said to people who seem to spend too much time online and could benefit from going outside 所以出去吧 出去换一换 对你会有利处的 这样子 所以来 so did you see his hot take on tiktok yeah he needs to touch grass 所以两个人的对话 就你有没有看到他的tiktok 上说的一些那种发言呢 他的发言非常的 与世已经跟世界已经脱节了之类的 因为都呆在网络上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hot take 什么是hot take hot take是什么 hot take就是我们讲的一些这个 就是意见 所以我对什么时事发表了一些我即时的意见 这就是我的take so that's my take on the issue ok 所以你对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 所以我可能会问你 so what's your take what is your take on 比如说蔡英文去出访美国 你有什么意见 so what's your take on her trip right your take on something 这样子 所以这个动词 并不是那个 这里的what's your take 是名词 如果今天动词take on的话 是迎接什么挑战 so I take on many challenges 就是我接受了很多挑战 我在迎接很多挑战 I take on a challenge 这是动词用法 但我说我对你对一件事情的take是什么 那这是名词 ok so what is your take on something 所以通常前面加一个hot 因为这就是很即时的这样子 so did you see his hot take on TikTok 你有没有看到他在TikTok上的一个 对什么事的即时反应呢 对啦我觉得他应该多出去走走 他已经跟世界脱节了 yeah he needs to touch grass 蛮可爱的一个片语 来再来 if something is living rent free in your mind 所以这里的片语是rent free 就是没有付租金 ok 没有付房租 rent rent的就房租嘛 所以有一个东西 在你的脑袋中脑海中 没有付房租而住着的话 it means it's extremely funny amusing or otherwise particularly memorable 所以总之就是这个东西在你脑袋中洗不掉 所以我们说一个东西啊 在脑袋中一直转 例如说一首歌啊 或者某一个笑话啦 在你脑袋里一直转 忘不掉 我们就会说这个东西住在你的脑袋里 rent free 没付房租的概念 不会打死不肯办之类的 好所以看一下这个理句 说的是某个video so that video was hilarious its living rent free in my mind 在我脑袋中 伸直脑袋中忘不掉了这样子 ok 好这也蛮酷的 来 下一个vibe check vibe呢 我刚还用过一下这个字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总之就是 因为它来自vibrate这个字 就是震动 ok 所以你会感觉到你跟人之间的一种vibe 一种震动这样 那我跟你频率对 我跟你震动的频率对 就是我跟你的vibe不错这样子 所以可以想象这个vibe check 是像例如说一个DJ在台上表演 然后他就说 大家今天过得好不好 你们今天 Are you having a good time 然后他就问说 大家告诉我一下 你们现在心情怎么样 但不可能说 可是他可能就 会问一句话说 Can I get a vibe check 我来check一下大家vibe怎么样 你可以想象下面的观众就 Yeah 然后整个屋顶都掀掉 That's a good vibe Right So vibe check is usually used spontaneously to check in on someone to see how they are doing 所以他就是一个很自然会说出的一个东西 一句话或一个东西 来check一下这个人 某些人或之类的 看看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所以 那观众们你们大家好吗 Yeah 这样 Can I get a vibe check 所以 这边就直接就是这个一文句 Can I get a vibe check 观众就会狂呼这样子 好再来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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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茶吗 对不对 Tea refers to gossip 这里的茶讲的是八卦 Or piece of intrigu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或者就是一个个人的资讯 而那个资讯就是令人觉得很好奇的 所以我们如果把茶给倒出来 倾倒的话 把它打翻了 So spilling tea is the act of disclosing a piece of gossip 所以其实这是老片语变成的一个进化 以前我们讲说把秘密说出来 就是spill the beans Beans就是那个痘痘 OK 所以以前呢 我们会说spill the beans 就是说出秘密吧 泄露秘密吧 这样子 那现在变成了茶 把茶给打翻吧 OK打翻茶吧 所以这边有没有例句 So she just told me all about her their breakup Spill the tea OK 所以一个女生跟我说了她的分手的过程 你现在要不要说说干给我听呢 她说给你听 你说给我听 Spill the tea please 这样子 把茶给打翻吧 OK 下一个 这个字叫BOP Bob 是什麽东西呢 她在说的就是一个很棒的歌 So a bob is a term for a great song 她说这怎麽来的 我当然猜不到 可是我如果一定要我猜的话 我会觉得她可能来自于一个爵士乐的那个种类 所以爵士乐有个种类叫Bebop B-E-B-O-P 那这种爵士乐是我个人蛮喜欢的 他非常的狂乱 那个音符是flow的非常的快的 我觉得听起来蛮爽的 OK好像有个中文翻译叫刨箔爵士还是什麽东西 可能我中文也念不对 但总之 January就有BOP這個字 所以那現在就把用程式一個很棒的歌 So Cardi B's new single is a Bob 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好像是最後一個了 對再講的是呢 你如果今天啊 覺得你自己就是一個 很self indulgent 或者self absorbed 這講的就是一個人非常的 就是自我膨脹 所以就覺得什麼東西 世界是繞著他轉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self absorbed person observed 這個就吸收 那什麼叫做自我吸收啊 但總之就是 反正你就把它繼承是一個很自我膨脹的人 好 我剛剛說的世界繞著你轉 self centered OK egotistic之類的 self indulgent 怎麼翻譯 indulge這個字就是沉溺其中 沉溺於一件 享樂於一件什麼事情 所以就是很自爽 對不對 self indulgent 自爽的一個人 那我們說 我剛說的世界繞著你轉 所以你就好像是 在這個世界上永遠也有著一個主角的一個角色 所以這邊這個片語 這個 Gen Z 的一個詞 叫做 main character 那也就是主角的意思啊 那當然主角還有一個詞 叫做 protagonist antagonist 那我也打一下好了 protagonist 那這個 antagonist 則是那個反派的主角 壞人這樣子 好 所以那這裡的 main character 應該很簡單 所以 例句怎麼用來看一下 so 例如一個人 永遠只會講自己的事情 所以他認為他就是世界上的主角 他的人生 他在就是他 他跟這個朋友圈中所有的朋友都是在襯托他的 so she won't stop talking about herself she thinks she's the main character 這樣子可以 OK 所以像我們講說有公主病 中二病 所以也有一個詞叫主角病 這是一個 Gen Z 的一個用詞 所以 main character syndrome so he always needs to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he has main character syndrome 還不錯 總是需要處於這個大家的attention的中心點 OK 那還有一個詞 這比較老一點 就我們講說這個 這個詞不太好 不過還是說一下 attention剛剛看到了 就是注意力 那有一個罵女生的詞 就罵人家是娼妓或之類的 這個詞就是W-H-O-R-E 我不要把它拼出來 因為這個詞就不太好 OK 然後他發音是whore attentionwhore 就是那裡罵 罵一個這樣子 或者有的女生走到哪裡都必須 spotlight打在他身上 他永遠不能當成一個配角 他永遠不能在旁邊替人家鼓掌 他就是一個attentionwhore 說的也不是很好聽 我剛剛有個忘了補充 就我們剛剛說一個東西很棒 叫做lit對不對 那其實 一個比較傳統老一點的說法 我這個時代比較常看到 叫rad R-A-D so if something is lit it's rad ok或者你甚至可以說 it's the shit 也可以也沒問題 所以說一件事情很棒 其實很多種說法 只是現在gen z最流行 大概就是說這個東西很lit ok被點亮了 好吧 我今天這個講得好 我覺得我自覺講了好久 但無所謂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有學到點年輕人的用詞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臀 响 臀